我們光聽到這個陸自來炒房 我們這個年輕人 台灣人民下了屁屁床 你知道嗎 實際被炒房這些國家 這個事情有多大條 像剛剛談到這個溫哥華 真的要講溫哥華 因為這個陸自來炒房的結果 甚至連他們移民政策 都因為這樣改變了 已經禁止這個大陸的這個人民 來這個移居到加拿大 還有溫哥華的很多民眾 之前議員都在抗議 因為有一區 因為炒房的結果 通通變成這個叫做 大陸村好了 裡面通通是簡體字 一個英文字母都沒有 英文字母一個都沒有 所以溫哥華人就很氣說 這樣子這裡是加拿大 這裡是溫哥華 又不是中國大陸 根本已經China time了 比China time還誇張 其實我覺得不只溫哥華 但我美國的朋友 他們都有這樣子的情況 大陸人炒房真的太厲害了 我就以我那個溫哥華朋友為例 我今天早上打給他 他就說真的很誇張 他們大陸人現在有三不買 第一個不是市中心不買 第二個不貴不買 第三個你不是花園別墅他不買 而且他們現在看房子 已經不是像我們這樣開車去已經落伍 他們也是搭直升機 而且是可以整團包直升機去看房 跟葛雷一樣是不是 對就你說他們現在看房的規格 已經是太誇張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說他以他們家旁邊 那個就是有個溫州的土豪 他們都其實就稱他們土豪 溫州土豪來看房子 他就說這個房子就是給他開價 就是500萬的這個加幣 然後適合台幣的話是1億5千萬 他當場就說便宜 我直接用現金買 就直接買在那邊 但是你知道他們很奇怪 他們其實有的是投資 就他們就是雖然說也就是Chinatown 那剛剛慶儀也有講說 那邊根本就是已經是中國製 可是事實上你真的住在那邊的人 沒有很多 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看那個其實都是算是鬼層 像空層在那邊 就給他擺在那邊 然後你知道加拿大人 他們看了也很氣啊 因為大陸人把這邊的房價 炒得那麼高 但事實上你真的住的沒有幾個 但大陸人他們怎麼講 他就說我寧可放在那邊 空的我也爽 他就是要讓你這樣子炒高房子 那事實上我們除了知道說 加拿大跟澳洲 他們這種深受其害之外 大家最知道深受其害就是香港了 你看香港你看那個紀錄片 香港他們自己的本地人 都住在那種鳥籠 歌籠 都住得很可憐 這樣一間一間的 那事實上你能夠住在那種半山腰 那種豪宅的 其實都是大陸人在炒房 那甚至你知道香港政府 為了要打壓這個大陸的房市 打壓這種投機客來炒房 他還寄出了這種高重稅 那譬如說我講一個大陸的這個 他就是說他用兩億元 去買這個港幣 去買一個豪宅 他課他24%的這個重稅 你看他光是 如果你要花兩億港幣 去買那個豪宅 就先課你的一億八千萬台幣 那等於說你可以蓋15間的 這個香港的這個小套房了 對不對 但是大陸人他光繳這個稅 他還是用現金給你付啊 他也是覺得我很便宜啊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抑制大陸炒房 那些香港人他們想了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他們就是撤隊來台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網路上 很多香港人就告訴你說 這怎麼來台灣生存啊 台灣是一個天堂啊 不是現在越來越多PO文 就是說香港人要來台灣了嗎 那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 因為現在台灣就是接受香港移民來台 他的政策放得很寬鬆 你只要500萬就可以來了 那所以就是說現在很多香港人 他在自己在香港受不了 他就正在撤退來台 因為他們也受夠了大陸人去跟他們 比如說搶學位啦 搶生孩子啦 搶奶粉啦 現在連馬桶都在搶 日本也受不了 連馬桶都要搶 那所以現在台灣也意識到了 是說你把500萬限制太低了 他現在提高到1000萬 那你看看是不是說 雖然現在提高到1000萬 香港人他有比較少撤退來台的一個趨勢啦 但是你想想看香港人一些深受其害 所以台灣有恐怕成為香港第二 好講到這邊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擔心的 這上面是總量管制啊 可是有一些東西啊 其實中國不怕你總量管制啊 因為總是有法律有漏洞嘛 來喔這細節部分才是這個 這個我們說魔鬼出現在細節當中啊 第一件事情啊 它是什麼東西 它雖然說是標示是面積總和 但是建物是以戶為申請單位 昨天我們節目上紅路就談到了 其實戶一棟大樓裡面有大戶小戶啊 那結明上次曾經去攀長一個建案 那建案只有大戶跟小戶之分啊 回去的時候嚇到了 因為越大的這個坪數啊都已經賣光了 這個戶的部分真的就可以改善 所謂的這個我們能不必要路啊 那你太小叙中國人了 因為中國人買的就是一定要大 而且是樓花園樓房 那你這戶這認定是對的還是正確呢 搞不好就是用戶的 所以越大的坪數賣得越貴 房價就越潮越高 難得不這樣嗎 再來第二件事情啊 第二件事情啊 第二件事在這個地方 叫做透天式建物 捷兵商去拜訪一個建案 我也喜歡跑建案 那麼這個建主跟我說上面都還沒賣 那我說那這個房子賣得怎麼樣 他說上面賣 但是一樓店面啊 一樓店面啊 一樓店面啊 全部賣光了 我說台灣人這麼厲害 他說不是 港資 你相信是港資嗎 好了 現在重點是多動透天式建物 各自領友使用執照 且共同社會 你必須要有你自己 設為一個社區的時候 他才認定你這有社區裡面 但問題的事情是說 我請問一下 在中間的東路有許多透天式 它都是店面 它沒有社區嗎 沒有 沒有 傑米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於說 現在整個是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修正這個兩岸關係 就是規範它的目的何在 你知道我們最近在做一些 房地產的分析 有很多的人在聊說 如果2016年民進黨執政的話 房地產是會下跌 所以現在會有一個 所謂的逃命波 那剛好是329 如果今年你329買房的話 那也許會有一個所謂的 接下來政黨輪替的一個逃命波 好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出 這個開放 為什麼要丟這個東西 他就告訴你說 如果我用經濟來控制你政治的話 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台南跟高雄 為什麼要做這個總量管制 因為民進黨執政的台南跟高雄 這種整批 整洞 整排 被大陸買走的情況特別嚴重 那他也不見得適用所謂的大陸籍的身分 陸資那是笑話 一定是用外資 那已經low掉了啦 一定是外資 還有這個 新加坡 香港 或者開曼 薩摩爾 他用的方式包括雙重國籍 他身分本身就可以是外資了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買的很多人都是雙重國籍 我們現在看這一票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汪曉飛他娶了台灣老婆 你說他的身分是什麼 雙重國籍啊 我相信類似像這樣的人都是雙重國籍啊 然後另外就是現在有很多的台灣女生 有一種情況非常非常的要不得 就是當年兩岸開放的時候 你去到大陸的時候 很多台商是跟大陸妹在一起對不對 對不起 時間反轉過來了 這個叫做兩岸大交流之後的時間翻轉 就像當時黃春明的那個小說裡頭的 那種故事在台灣發生了 為什麼 現在大陸的大老闆來台灣 然後跟台灣的女孩 台灣女孩在一起 那條件就是先買個房子給他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慢慢的是在改變的 那所以我才會講說 那你你看 內政部都有告訴你 說隨著兩岸貿易跟交流 那所以入資來台買不動產 是會陸續增加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斑定這個政策 要告訴大家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斑定這個政策嗎 因為福茂要通過了 所以他要福茂通過 裡面有個爭議是說 福茂通過的時候 台灣的土地會大量的被中國人買走 所以才有這個法規 所以這個法規背後代表的事情 其實第一個我們政府完全不知道 實際上外資買的房子 就是我們說中資買的房子是驚人 你看一下我們慶怡所說的這個條件 就知道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就覺得非常懷疑 大家都講了這麼多例子 就是我們內政部不知道 其實大陸人民來台灣買房地產 說實在按照正規來看的話 還真的蠻麻煩 就是要請到按照正規來走的話 好 就是這麼麻煩 我們看一下大陸人民他必須要 你要先講出 你為什麼來台灣實際住的理由 那麼要先到這個大陸他 你所在這個縣市去公證 那麼領得這個涉台公證書之後呢 再來跟我們的台灣海基會申請驗證 那麼跟海基會申請驗證完之後 還要經過這個當地的這個縣市政府 這個還有地震機關 申請核准的證明 前面三個都要證明 都拿到之後 再拿到我們內政部去審查 那麼這裡面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你就不可能在我們台灣買到房子 那麼這裡面很多人一等一年以上必必皆是 所以剛才像明玉講的345 是我們目前現在的規範 所以大陸的這些資金有這麼笨嗎 會走這麼麻煩的管道嗎 當然不是 所以很多就是剛剛我們講到什麼港資 第三地就這樣進來 我們人民都知道 為什麼內政部不知道呢 來看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遍 這個萬通集團在台灣幹嘛 我們真的要請內政部官員 你應該也知道吧 好好再看一看數字會說話 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建案 地點就在我們這個淡水的小坪頂 我們知道那邊是一個好山好水 對台灣建商來說 是一個好可怕的夢魘 這邊是俗稱的八卦山 什麼意思 曾經有八家建商這邊推這個建案 通通都掛了 所以叫做八卦山 所以大家想說我們都掛了 你這個外來的人 第一個這個萬通集團 是這個大陸房企 插旗台灣的第一個建案 你會比我們會推房地產嗎 有可能嗎 你來了 而且他們來的時間點 還是這個奢侈稅正盛行的 剛開始推的時候 大家想說八卦山加上奢侈稅 你鐵定掛了 結果我們來看看 這是他們做的廣告 這個廣告你看都是簡體字 而且這邊所有的計價單位 在我們的淡水小坪頂 計價單位都是人民幣 有沒有看到他計價的 不是我們習慣的坪 他是寫平方米 這是大陸的計算 房地產的單位 完完全全不是寫給我們看的 寫給陸客看的 就這麼明顯 那這個廣告這個經濟字 應該大家也看得懂 政策帶動台灣經濟 高性價比投資最佳時機 政策帶動台灣經濟 這不是什麼什麼讚嗎 這滿明顯的 就這樣寫 寫得這麼清楚 大視野人生格局 就是這樣的一個廣告 那沒想到廣告出來之後 三下的我們剛才玉珍有講到 環球郡他是一字頭 差不多13到15萬 這個一開價就是50萬 那麼網上一直墊高墊高 傳言 因為我不是很相信 他傳言說成交價到了70萬 就是小坪頂 真的有到70萬 有高樓層70萬以上 就這樣子買下來了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萬通集團的總裁 馮倫他就很得意說 帶大陸客來台灣炒房 我行 這個事實證明 陸資在台灣是炒得起來的 而且一炒起來 他的這個半倍的倍數是四五倍的 如果小坪頂這樣的案例 複製在台灣其他地區 淡水是一個 我們台灣大家都知道 淡水房地產已經跌了很久 殘了很久 都炒得起來的話 其他地區怎麼辦呢 其他地區 我們台灣人民該怎麼辦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他這個是一個炒房 據我所知道說 萬通他本來他設定 我要蓋這個建案 我本來就不是要賣給你台灣人的 就像那個 他本來就要賣給陸客 他本來就是要賣給陸客 因為他認為說 但是這個價錢會拉到旁邊的天案的價格 因為他認為只有陸客才能夠出得起 這樣一坪五十萬 旁邊都是十三十五萬的話 那個萬通他本來就是鎖定這個 據我所知 像信義計畫區旁邊有 本來有好幾塊地 他在申請建造 那他們的原來的原始的構想都是說 我可以找到陸客來台灣買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建商 他的原始設定的銷售對象根本就不是台灣人 根本就不是台灣人 但是我要強調一下 其實對於陸客來講 他們我所了解的 他們不是為了投資 真的不是為了投資 譬如說 因為以台灣的 他講為了政策 以台灣的 以台灣的房市來講 你花了很多錢去買一棟房子 但是你不來住 那一般人就是用這個出租 來cover你的貸款 但是現在其實台灣的租屋市場是非常低的 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有一個新加坡投雇的朋友 他在台灣投資 我問他說你做房地產嗎 他說新加坡人絕對不會在台北市買房子 因為新加坡人覺得說 我在台北市買的房子 但是我的投資保守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不如去東京買 我不如去上海買 所以對於陸客來講他也是這樣 他們來台灣買房子 其實不是想要投資 他們是想要把錢搬出來而已 洗錢 就是這麼簡單 他們很多人到美國到加拿大買房子 他也不是為了投資 因為正常的投資你要算那個投報率 但是他們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一來就說你可能是某些幹部 他對於把錢搬出來他覺得很重要 另外一些人就是說他覺得他對這個政府沒信心 所以美國的國際洗錢組織 他們每年在公布的中國大陸的外逃資金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內政部 那這樣可怕他不管行情 他只是把錢搬出來 他只是要把錢搬出來 都買的話 那就是不知不覺的房價就高了 所以我們你在政策工具上面 這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 當你面對到一些他只是為了想要把錢搬出來的人的時候 你實在是動不掉 你沒有政策工具可以用 你沒有政策工具可以用 所以我們的政策工具你可以針對香港新加坡人 或是正常的一般的外國投資客 你是可以用這些政策工具 但是我不認為對陸客這些是有效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聽說他們在對岸是刷卡就買房子了 他們在中國大陸買房子其實不是這樣 譬如說你在上海買房子 很多人在上海買房子 他是為了 他有投資報酬率 他有投資報酬率 他是為了賺錢 如果說他願意投資在上海的話 他就是真的為了賺錢 但是他來台北市買房子 他不是為了賺錢 純粹是把錢搬出來 不是為了賺錢 純粹搬錢出來而已 如果他要買的話 其實說真的 就像那個梁文傑說的 就是說他如果真要買房子 純粹是投資 他根本不需要跑到台灣 跑到加拿大 跑到美國去 他自己在大陸 大陸現在太多房子 價錢也被打得一塌糊塗 然後很多地方都還是死沉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真的是目的就是來洗錢 就是來把錢搬過來 真的目的是洗錢嗎 其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在台東市中心已經出現一坪百萬了 結果查查看台東市 不是台中 台東市 那幾乎一場薩摩爾開門買 我看見面了 我們也知道 我後來看見面了 你真的得到更不潔 你想看見面了 你還會進車 就那麼不潔 你安排 你怎麼看見面了 未吃 我看見面了